今天是六一 带小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设计展 这儿是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 人还挺多 票是一个人50 学生是40 就是安检把我的打火机给没收 一会出来的时候再要回来 尺素秦淮 艺术商店 这是威廉莫里斯系列的一套杯子 画中画有画包 清华大学的一幅画 文创类的东西 冰箱贴 独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自小 清华的冰箱店 还有酒 茶 白酒 一千块钱 五百八 还有茶叶 校友价三百八十八 先生茶 三百八十八 这个馆的设计 这个馆的设计 这顶上像一艘船也 二楼是科普创意与设计项目艺术硕士 毕业作品 看他们做的小房子 展览的地方 展厅 都画画的 很多个行业 农业中药 软件 几何拓普学 口腔医学 机器学习理论 这个挺有意思的 通过AI的 改变一些设计的东西 海洋系行星运动科普设计研究 金星合目星 展览展示 展览展示 展厅的事情 是《红楼梦诗词科普展示研究》 把《红楼梦》的一些东西做了一个展厅 这个是梦西笔潭 然后变成了一种可视化的东西 展示出来 沈阔梦西丙潭 陈氏生物多样性科普设计研究 本节图 本节式堆在学设计 做了一些这种 放生的一些 动物的窝 一种那样的 动物和野 在那边是生火 这是用AI生成的两个电影演员之间的对话 让海上钢琴师跟这个开尔茨比的对话 基于深城市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链风格科普设计 心理学的研究 心理学的研究 什么不实的 这里还有研究动物的眼睛 动物视角成像的科普产品设计 研究这个怎么 目的是干什么 这是一个声音的一个工商绝制语的一个数字化 数字化体现 可能平时日常里面见到的并不多 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 药食同源的研究 量方 青年饮食 然后该怎么吃饭 然后又用图形化的表现出来 这个也挺有意思 跟这个中国的传统中医文化相结合 免医细胞健康科普设计 就是做出来各种细胞的那个样子 让大家更直观的能看到这个细胞是什么样子 这种细微的东西 不容易被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的话 用这种图形化的方式还是比较直观的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个东西 欧博历险剂 宝石科普 绘本设计研究 一只小狗的历险剂 这边有好多的 通过一个小狗的历险 把各种宝石串联起来 是它的衍生品 然后认识宝石 这个也挺有意思 这是把武术的动作分解 做成图形化 之前都是那种静态的 现在变成了动态 然后呢 能够把这个武术的招式给拆解开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 八卦 苍州八卦 动态图标 这个就比较实用一些了 然后它是节庆主题街道展览 体验设计研究 就是过节的时候做一些 街头的一些陈设 包括穿插一些游戏 装饰物 这个小屋里去了 这是一个产品设计 小睡精灵 这个是就是挪舞 少数民族的一种舞蹈 带着面具 然后让它图形化 更加的时尚 现代 因为这种挪舞呢 并不是很流 广泛流行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要当代设计转化 陈州挪文化的当代设计转化 等于人戴着这种面具 像萨满教那种感觉的一个文化 这个就比较有意义一些了 冰威植物奇遇记 把一些冰威的植物图形化了之后 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这种植物 嗯 雪泪,石松,真菌,螺子植物,被子植物,扫泪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图形化的东西 能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植物的一个分布 包括它的生活习性 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太空分火轮 太空分火轮 踩在脚上可以变化各种姿态 啊,这个顶层是雕塑和绘画系的 这个比较能看得懂 水浒的水浒的 蝶语 这儿 设计的瓷器 这个就看不懂了 这组是什么 人工鸟巢 哦,这是鸟窝啊 这幅画叫石尖海 那 后面是个钟表的那个托飞轮 大人捂着小孩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 表达什么呢 捉迷藏 这组猫头鹰的叫木光 那叫表达猫头鹰的眼神 啊,里面是一个人体 飘忽的状态 思想者被烧着屁股了 实在是马桶嘛 这叫燃烧思想 燃烧思想 这都是燃烧系列吗 对,燃烧星空 把世界名画给燃烧了 冒着烟 燃烧尖叫,呐喊 这个雕塑有点意思 一个人 掏空了身体抱了一个盒子 比较有未来感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品 这叫生日蛋糕 看着有点吓人啊 欣赏不了 重金属 这是另一个空间 刚才看了一半 这是对面 这边油画比较多些 绘画些 这边主要是绘画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鬼在跳舞 小可爱 小可爱 小兔子 玩具挺有意思 戳真戳了 哼,这也算是毕业作品 手工作品 这个装置叫无形 这个装置叫无形 是什么意思 叫三里雾 这个不好理解 什么叫三里雾 这是一个多种材料符合的一个折瓶 用了香灰 什么颜料 各种材质混合到一起 然后这个肌理比较 一体 他说他是用了一个马的画 马的一个侧面 然后变成了这样 看不出来是匹马 哦,是马的眼睛吗 像匹马吗 对吧 远看像不像一匹马 这边是马的眼睛 马的侧脸 头 耳朵 马的猪毛 就这个意思 哦,这个还是挺有意境的 拿一个镜面做一个反射 这么看像个什么东西 中间还有一个东西 具好的瓷器 碎片 都是一些 具好的瓷器 妻善修复如周瓷枕头 枪梳 极圆 这是首饰 这幅画挺有意思 造型很简洁 下一个扭扣 这个头